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爆發,香港電影業全面停工。 不少電影機場員工免燃經濟困境,甚至被迫轉行。 身為演藝人協會會長的古天樂,為了振興電影業, 早前宣布旗下的電影公司《天下一》, 將與英王電影攜手合作, 在兩年內合作開拍十部趕場電影。 今天有消息說故仔落實將出訂十間電影公司, 以合共3900萬開拍抗疫電影,為電影業界基層人員籌款。 護士會講述香港人面對肺炎疫情如何疫境自強, 成全在月底就會開拍。 據知張志琳和張繼聰已經答應的演出, 片酬也會捐出去。 故仔回應說,希望在未來的日子大家可以繼續互相扶持, 一起堅持共同渡過這個困境。